今天是耶稣新年 我们一起翻新皈依 在神朝 耶稣给我们一个祈祷的方式 帮助我们渐渐的皈依上主 更转上耶稣基督 就是洗茶 今天我们会用简单的洗茶 不回顾一天的经验 我们能跟耶稣一起回顾我们的生命 我们跟耶稣之间的故事 看耶稣怎么带领我们 会很简单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一起走 如果这个影片你想反省 你可以任何时刻停顾一下 跟耶稣一起反省 洗茶有五个步骤 主持谢谢你 光照我 回头看 疗愈我 帮助我 我们慢慢看这些五个步骤 我请你现在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 可以闭眼睛 深呼吸 让你的身体 渐渐的放松 第一个步骤 是谢谢你 我请你在你内心 选择 选择一个事情 感谢耶稣 可以说 任何一个事情 很大的事情 你的教人 或是你游戏 或是小的事情 我就请你选择任何一个事情 在你内心 为他 感谢耶稣 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是光照 我们现在邀请圣神 带领我们 照耀我们的意识 让我们回顾的时候 留意到 耶稣 要我们留意的事 这样子 我们不必 靠我们自己分析的能力 不必给自己压力 耶稣 会带我们 做这个祈祷 我们可以放松 请你在你内心 求圣神 照耀你的心 求耶稣 带领你做这个 洗茶器 现在我们到 第三个步骤 回头看 回顾一下 我们在这 一拉嘴洗棉 今天我们要发生 两个小问题 看你跟耶稣之间的故事 从你开始认识耶稣到现在 有没有一个意识的时刻 就是某一天 在生活当中 你意识到 你生活 不是那么顺利 你生活 需要更大的一份力量 或按照 或按照 你的生活 需要耶稣 需要改变 或有的话 那个时刻 你在什么地方呢 谁在场呢 那天 那天 你意识到什么 你 明了了什么 你明了了什么 如果 你要不怪 你可以真实 停这个音片 跟耶稣一起翻识 你的生命 有没有一个意识的时刻 第二个问题是 你的生命 你跟主之间的故事 有没有一个相遇的时刻 就是 你意识到 你需要耶稣之后 就是真的 转向了 耶稣 我是上主 你知道 你担不起 但是 你靠近主的时候 特别体验到 主对你的慈爱 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如果有几个这样子的经验 那要先再选择一个 回到那个时刻 留意 那那个时候的气氛 如何呢 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 谁在你 那天 你遇到 怎样的上主 你怎样的 描述 你那天 认识的上主 那天 上主给你什么礼物 现在 我们就静默片刻 跟耶稣一起翻识 你也可以 停顿一下 这个影片 现在我们到 第四个步骤 就是养育我 因为你刚刚 反省你的生命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 你需要 耶稣的宽束 或是可能发现 你的心内 你的经验当中 有一个伤口 现在 是一个机会 在你内心 你自己的话 求耶稣的宽束 或是求耶稣 疗愈 你内心的伤口 我们现在到最后 第五个步骤 所以 主 请帮助我 今天做这样子的 简单的反省 是否感觉到 耶稣对你有个要求呢 你可以如何在生命当中 更投入耶稣对你的爱 对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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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有没有一个要求 可以问他 或是可以想 如果你 你可望 你可望跟你 跟耶稣的查构 你需要耶稣给你什么 最想是给你力量 还是平安 还是智慧 认出祂 可是可能最根据的 你就渴望是要体验到 耶稣对你的爱和陪伴 现在我们就静默片刻 可以问耶稣在圣伙当中 耶稣对你有什么要求 可是可以求你所需要的恩主 最后我们把我们所回顾的故事 把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手里 我们一起念天主经 我神诸大文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声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复兴在人间 一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伤给我们 未有的赦养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于诱惑 但救我们先于凶狼 阿们 愿全能的天主 将父你和你的家人 愿你更深的同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